西谷美华科技商会于8月7日在密尔毕达市李渔门餐厅召开理事会议 由会长赖基玉主持 他首先报告了过去一年会晤各项活动 无论在科技论坛、会员商务交流以及会员之间的交流都有长足的进步 理事会的重头戏是选举下任新会长 在场会员选出心目中的下任会长 选举结果揭晓由胡立明高票当选会长 副会长三位分别是黄以剑、张美琴以及陈宜庙 秘书长陈丽美、财务长吴卓南 会中并一致通过赖基玉升任荣誉会长 当日也有两位重量级人士加入该会的会员 分别是中华航空公司旧金山分公司总经理陈雅尼 和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李世民夫人苏星远 他们也受到在场会员的热烈欢迎 新任会长胡立明博士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将以服务为出发点 在过去会晤良好的基础下继续努力 将会晤发扬光大 很高兴说美华在我的心里面认为是 美华是最团结、最合作 而且美女、俊南美女最多的地方 所以美华是最棒的大家庭 所以我的heart一直在美华 所以美华在下面呢 就是很简单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希望做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美华能够更多会员加入 大家都做好朋友 你加入美华你就有人脉 大家互相帮忙呢 我觉得华人要团结呢 那B-Mount这边很多华人在这边 整个大湾区很多华人 所以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大家庭 能够把大家变成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们会办很多品酒啊 会办科技论坛 我们会办很多旅游活动啊 就希望说大家都是做好朋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说呢 希望跟华人圈子 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回馈 美华团结起来以后呢 希望我们能够替华人社团里面尽一份力 那这次呢也特别高兴说 David Lai呢 我们上次推选他成荣誉会长 希望David Lai可以继续帮我们在桥界 做一个很好的桥梁 荣誉会长赖基玉 不仅代表协会捐款给亚裔社区 低收入人士医疗照顾服务的 Asian Health Services亚建设 他自己还自掏腰包加码捐赠 他的善行一举也获得热烈的掌声 当天 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处 马忠林处长 也到场对矽谷美华科技商会 给予经文处的支持表达了谢意 并恭贺新任会长胡立明以及团队 并感谢荣誉会长赖基玉 在任内为社区桥社所做的贡献